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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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中是我国首个公办华侨中学 也是广东省中华文化传承基地 学校积极开展海外华文教育和文化交流 2020年以来已为泰国马来西亚青少年提供2000多个课室的线上直播课程 不仅要教学生 教海外的各类学生学汉文 写汉字 更重要的是要传播我们中国文化的云云流长 博大精神 能够更好地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接下来我们还会进一步地去扩大整个这个办学的规模 还有期限 把我们的中国故事更好地传播出去 而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汕头大学 则不断深化国际化办学模式 于2018年开设国际学院 面向全世界 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重点招生 目前已有来自45个国家的150多位国际学生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 学生们陆续返校 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积极地鼓励学生去参加 那比如的话就是体育节 体育活动 还有一些呢就是学校的联欢晚会 我们学院内部的话呢 我们也是积极地准备一些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比如说是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活动 我最喜欢写修法 我想来这里学习 因为我父亲是汕头人 我选择来这里是因为这里很有名 环境很好 我对泡茶很感兴趣 因为它太令人兴奋了 已经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并想要带到泰国去 盛大国际学院表示 将探索更深层次的教育文化交流 更好传播中华文化 潮汕文化 把我们的国际学院 我们的声援会进一步多元化 将来除了我们正常的海外学生的招生以外 同时未来我们可能正在尝试去设立 汕头大学的海外校区 也会积极地带他们去了解 我们潮汕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 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介绍给他们 让他们变成知华 有华和爱华的一个优秀的学生 近年来 汕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因因嘱托 大力开展海外华文教育和文化交流传播 推进海外华文教育创新发展中心 侨情资源库 数字虚拟潮汕家园平台三大工程 开展文化影桥 平台联桥 政策会桥 经济巨桥四项行动 增进与海外华侨华人的情感交融 市教育局积极挖掘桥资源 推进桥中等26所学校 推广海外华文教育优秀教学成果 打造优秀教学品牌 华侨市演区开设华文教育云课堂 逐步形成国内学校 加渗透海外华文教育创新发展中心 加海外华校的N加1加N模式 服务泰国 柬埔寨 老挝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渗透海将以华侨市演区为负枢纽 串联江门 梅州等桥乡 建立国际华文教育生态圈 打造去桥连桥重要枢纽 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华侨市演区将进一步发挥自身桥和文化特色的国家级发展平台优势 坚持文化影桥 搭建平台连桥 一是进一步开展海外华文教育创新发展工作 二是发挥华侨之家平台作用 吸引有影响力的华侨华人社团 商会 入住 并设立联络点 为到访社团商会搭建一个敦目相情 联络交流和参观考察的平台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 进一步弘扬桥文化 讲好桥乡故事 试验区故事 汕头坚定不移走好工业立势 产业强势之路 加快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战略机遇期 为广大桥商在善创新创业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在参加桥驻汕头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 阿联酋广东商会会长张清伟接受汕头农媒记者专访时表示 要积极牵线搭桥 带动更多潮级青年桥商 回家乡投资新业 实现个人事业与家乡发展 双向奔赴 让汕头制造在中东和非洲市场更有话语权 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张清伟从乡村大学生到海外桥商 用行动权势 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时隔三年重回家乡 参加桥驻汕头高质量发展大会 张清伟认为 这对海外桥商来说将意味着一种新的给予 这次咱们参与到这个桥驻汕头高质量发展的大会当中 您觉得它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我觉得是给我们海外桥商一个投资新业的另一波的一个黄金时期 我们有很多需求 有很多信息 所以跟我们回国来投资 包括带回信息和资金 海外桥商 桥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优势 中国是阿联酋最大的贸易伙伴 近年来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越走越时 经贸纽带越拉越近 汕头作为经济特区省域副中心城市 与阿联酋在产业布局等方面存在相似性和互补性 张欣伟认为汕头和迪拜应加强交流合作 为企业搭建 沟通桥梁 展示汕头制造的魅力 迪拜是一个很辐射的东东和非洲 有十多个亿人口的大市场 还有大平台 汕头的产品他们还是比较认同 包括城海的玩具 朝阳的真制品 还有朝南的化妆品 还有朝南的文具 在那边都是红红火火 他们也都知道这些大的产业的集群 都是来自咱们上头 接下来也想把更多的民优产品 让咱们家乡更多的产品 能够在迪拜和中国地区有这个话语权 当前 汕头正以高水平筹办 2024年第22届国际朝团联谊年会 和第10届国际朝商大会为契机 推动华侨华人同心同向同行 经济共建共赢 文化共享繁荣 张清伟表示 要带领更多青年朝商 投身家乡建设 共享高质量发展机遇 共创更美好未来 这个国际朝堂联会是咱们朝商人的一个大的盛会 还有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融合的一个大会 所以我们也想把在迪拜这20多年来的一些经验也好 或者一些人脉之言 包括一些信息 包括一些年轻的企业 抱团回家 让他们能更好地来回馈咱们的家乡建设 同时也是能够为自己事业的腾飞擦上新的翅膀 4月10号 市政协主席邱以辉带队赴城海区 就推动我是玩具创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办理 开展调研 并召开前期协商会 市政协副主席陈胜泉 陈列峰参加活动 玩具创业产业是我是三星两特异大产业之一 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与产销优势 当前 山头玩具产业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通过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促进升级增效 实现绿色发展创新发展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今年初召开的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 民建汕头市委会提交了 关于推动我是玩具创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提案 该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 由市委主要领导牵头督办 调研组前往伟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三宝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了解智能设备生产制造 玩具加IP融合发展等情况 来到城海科创中心 实地查看电商服务化 玩具设计 玩具检测企业入驻和运营情况 与企业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 为重点提案办理协商 做好前期准备 会上提案主会办单位 依次汇报提案办理思路和办理意见 提案人代表 市政协委员与提案办理单位 围绕产业链生态 数字化转型 贸易展销 人才引进等方面内容 进行充分沟通协商 探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思路举措 调研组强调 要提高证实 把推动玩具创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放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大背景中 谋划和推动 以更加宽广的视野 思考提案办理工作 要明确重点 加大研发投入 加强质量管理 以更加科学的路径 引领玩具创业产业向专业化 高端化发展 要压实责任 强化主体责任 和办理好政协提案 这一重要政治任务的行动自觉 以更加积极的作为 确保提案办理 提制增效 为走好走实 工业历史 产业强势之路 努力在新一轮发展中 力争上游 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4月9号上午 我是成立潮诗智库 首批聘任36名教师专家 当天下午 潮诗智库专家代表 深入学校开展 潮级名师大长堂活动 市领导王雪竹出席活动 华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华南师范大学 副属中学原校长 山头市潮诗智库总顾问 吴颖民 在市实验学校主会场 做潮级名师大讲堂第一讲 吴颖民 长期从事教学和学校管理工作 对基础教育 以及校长教师专业发展 有深入研究 他以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之五件为题 做报告 指出 高质量发展在教育领域 主要体现为高质量教育 高质量教育体系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 要在体系布局 结构 教学 管理 教育生态等要素上发力 这引起汕头教育工作者的共鸣 落实这三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汕头的 接下来发展过程中 教育领域也能够在汕头的 工业力是产业强势的道路上 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觉得很好的理清了 我之前对高质量发展 这个概念的一些政策性的理解 我觉得从农村中学来讲 我们回去以后 怎样去完善我们的课程 怎样去转变我们从上到下 从管理到一线老师的人才培养官 我觉得今天是获益匪浅 我们加强了教研队伍的建设 推进了以教研员的集中研修 岗位研修 系统提升 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研修的改革 实行了这种分层分类 分学科的精准培训 推顿了城乡义务教育 优质的均衡和一体化的发展 此外 省教育研究院教学教材研究室主任 曾令鹏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摇杆学院 副院长李文玲 广州市江南外国语学校校长郑泽如 也分别在龙湖区教师发展中心 渗透金中海湾学校 市东夏中学做主讲报告 近日 第二十二届汕头玩博会成功举办 凝聚人气 拓展商机 推介汕头 同时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 产宣言面对面对接会 请来了专家学者 为玩具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 献计检测 清华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汕头大学 广东清工职业技术学院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的科研团队代表参观展会 并与企业代表交流互动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唐克阳 从空间性 场景性 互动性等角度 讲解可玩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激发企业研发设计人员的灵感 玩具是有社会性的 玩具其实并不分年龄段 小产品带动大产业 其实这个话是一个比喻 产品并不小 我指它的物理尺度 它可以很大 比如滑梯是不是一个玩具 滑梯就比一般的玩具大得多 我们一直想动员 我们的企业家做一些大玩具 能够跟城市建设对接的玩具 我就说 儿童乐园 它本身就是一个建筑尺度的东西 所以我们刚讲 与其做一个 只做一个好玩的玩具 不是做一个好玩的城市 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就更大 在对接活动中 还通过合作项目签约 校企深度合作等 加强产业人才 引进培育力度 完善创新孵化链条 促进科研成果 落地转化 推动玩具生产 数字化转型 智能化升级 提升玩具创意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 我们去做一套算法 然后这套算法可以去提高 在这个中检出厂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品质的 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能力 目前现在正在放在 奇梦那边的工厂里面 正在做这种小皮量的测试 然后预计的话 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就应该会去拦截一些 这个不良品的出厂 会整个提高 这个整个的这个 制造的这个品质 我们非常感谢政府 去签线搭桥 让我们其实和清华大学 之间的沟通会变得更高效 我们双方有一个 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可以对于我们整个项目的 后续的推进 有一个巨大的帮助 很多时候我们在实验室当中的话 并不了解市场的真实需求 而当这种面对面的过程 企业把它们真实的需求提出来 正好有一些先进的技术 能够解决这个企业的一些生产 或者是销售过程当中 一些痛点的时候 它就能很好的赋能企业 产生真正的这个社会和经济的价值 产学研对接会上 专家学者带来金点子 科技特派园服务基层活动 同样给企业提供帮助 今天上午 市科技局汕头高新区管委会 华南技术转移中心 就在高新区举办 广东省企业科技特派园汕头型活动 活动聚焦数字经济 通过搭平台引资源 深调研促对接式 赋能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 来自华南技术转移中心 汕头大学 广州大学 深圳技术大学 广东转建测评中心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特派园 介绍人工智能 机器视觉 数字化工厂 企业数字化与信息化 大数据建模 大数据优化分析等科研领域的成果 并与参会企业代表 开展技术需求对接与交流互动 我们跟高校的一个科技企业科技特派园有一些面对面的一个交流的机会 了解我们企业的一个技术需求 企业科技特派园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较强研发能力的科研工作者 他们以企业技术需求为导向 实行精准特派模式协助制定企业技术发展战略 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 建立成效合作机制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在企业的这个数字化转型升级 包括这个信息化改造方面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 比如说企业它的这个生产计划调度 可能原先是比较传统的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导入到我们制度引发的这个APS 高级计划排斥系统可以去嵌入到企业的信息化管理 我们的这种特派员的这种模式 它其实就是一种柔性引财的方式 能够帮企业去既不需要把这个特派员专职的 花很大的代价请到我们企业来 但是也能帮企业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很好的帮到企业的转型升级 今天上午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发布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专利导航成果报告 为产业规划 企业研发 技术创新 招商引资等提供决策参考 纺织服装产业是汕头首个产值超千亿元产业 目前产业专利申请数量仅次于苏州 排名全国第二 产业下游专利申请数量占比超96% 远高于全球和中国水平 其中内衣家居服方向的专利申请数量 分别占全球10%以上和5%左右 是汕头最具优势的细分领域 下游服装领域外观设计专利数量近一万件 排名全国第一 内衣家居服名牌数量居全国同行业第一 但我是纺织服装产业中上游实力偏弱 重点技术分支中展色一花 自动缝纫方向的专利布局数量仅为各位数 报告建议 我是抓住圣巢街被省列为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核心区的机会 发挥专利信息导航作用 加强产业链上游合作 加大产业链中游研发投注 及针对性招商引资 进一步促进下游优势领域发展 扩大下游品牌影响力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全力打造产值超2000亿元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今天上午 创新银行渗透分行在华侨试验区 举行成立30周年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 与渗透企业客户代表签署战略协议 深化引起合作 搭建产容对接平台 服务地方实体经济 副市长赵志涛 月秀集团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经理林昭远出席活动 创新银行渗透分行 1993年4月10号对外挂牌营业 是最早进入渗透的外资银行之一 多年来立足跃动 深耕桥乡区域经济建设 借助跨境优势打造月敏经济服务站 截至4月初 今年存贷款规模均已突破30亿元 该行还是全省首个外资金融机构 零碳网点 通过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成功完成230多吨碳减排量注销 助力汕头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在今年春耕生产中 我是在省内率先引进农业农村部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开展高质量农业试验 提高粮食亩产量 在城海区上华镇的市农科所 科研示范基地 试验田上有序插满品种标签 国内大豆新品种种苗 与玉米种苗间隔种植 技术人员正进行农作物品种定苗 开展鲜石大豆和鲜石玉米带状间做种植 和谐共生环境的适应性试验 在潮汕地区因为人多地少 我们希望能借助这个技术 能够在保证我们这个玉米种植之后 不减产的情况下 能够多收一剂我们这个大豆 新技术如果实验成功 每亩耕地可生产出相当于 1.5到1.8亩耕地的粮食产量 就是想探索出 大豆跟玉米之间的品种的 非常适合性 还有租航剂的适合性 探讨这个光温的利用力 形成一套完整的技术 在我们潮汕地区的话 能推广应用 增加我们这个产能 提高我们上头这个农业的 高质量发展 近日 市残联 市特殊教育学校 市图书馆 市盲人协会等 举办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盲人诗歌散文朗诵 即盲人散文创作大赛 15组参赛选手将阅读感悟 注入诗文朗诵中 展示我是视障青少年儿童 自强不息 以知识改变命运积极参与文化建设的时代风采 朗诵我感受到了更多美好的东西 然后也能带我就是看到这个世界的美丽的地方 激发他们这种感恩 更大的这种热情来参与我们这个 就是社会的一些 他们能够参与的事情 好观众朋友 这次的汕头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 获取新闻资讯 请关注汕头新闻 视频号公众号 感谢收看 再会